5月20日在台灣上映的牛首村 不知道大家看過了嗎? 大家好我是小優 直接說結論 很亂 不至於到難看 但是就是非常的亂 讓我們開始吧 以下內容會有大量的劇透 請各位斟酌觀賞喔 首先要來介紹一下導演 青水蟲 由於他拍攝的電影都以恐怖片為主 所以他就被稱為日本的恐怖大師 代表作就是可能你沒看過 但一定聽過的咒願 然而這部牛首村是否有超越咒願呢? 故事講述專門去鬼屋探險的直播主 這次來到的地方就是有著神隱事件的平野礦泉 並且裡面有一部可以穿越異世界的電梯 於是兩位直播主就將一名成員推進電梯 並且把門給關起來 起初兩位原本以為這只是個都市傳說 沒想到他竟然真的消失在裡面 然而直播的影片就在這邊結束了 接下來就是由本作的炮灰1號 拿直播的影片給女主角看 因為被推進電梯裡面的那個成員長得 跟女主角根本就是一模一樣 於是炮灰和女主角就跑到 平野礦泉要調查這件事情 然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認識了炮灰2號 然後三位便分開行動 炮灰跑到了天台 女主角去調查電梯 而炮灰2號就在外面抽煙 在這過程發生了很多靈異的事件 之後三人就馬上離開 當炮灰和女主角在海邊發呆的時候 更事實到被推進電梯的那個成員的男朋友 原來那個成員是女主角的雙胞胎妹妹 在男朋友的帶領下來到了女主角鄉下的老家 在這邊他知道了一些事情的經過 原來女主角小時候走時還差點被一個牛頭人給拐走 最後是由妹妹把他給救回來 但是女主角回來後他就失憶了 然後女主角在家裡就遇到了那個牛頭人 並且非常大膽的把他的頭套給摘了下來 起初原本以為牛頭人是妹妹 但是沒想到既然是他的姨婆 然後姨婆就用幻術讓女主角看到以前的事情 原來鄉下是有一個習俗的 只要誕生的是雙胞胎 就會將一名帶去獻祭給神明 原本要被帶走的是女主角的外婆 可是因為他的姨婆愛玩 所以最後他就被帶走了 在看完幻術之後 女主角就帶著炮灰和他妹妹的男朋友 來去找炮灰二號 然而這個炮灰二號就在他的住家中血 最後就直接掛了 之後炮灰就和女主角說 我們兩個一起回去東京吧 但最後回去的也只有炮灰一個人 之後炮灰就在巴士上中血 直接掛了 在看到炮灰屍體的女主角大哭了一場後 看到他的手上拿著一個牛頭的石頭 便順勢拿回去找自己的外婆 由於石頭上有妹妹的紅色斷帶 他們就推測 妹妹可能跟姨婆是在一起的 沒想到在這邊發生了非常神奇的事情 那個石頭直接把女主角 和他妹妹的男朋友傳送到了過去 在這邊女主角終於找到了他的妹妹 旁邊還有一個看似惡靈的姨婆 之後三人便躲著姨婆 來到了附近的村莊 之後三人就被村民給包圍起來 再加上姨婆召喚了那些 和她一樣都是被獻祭的靈魂 之後嚇到驚慌失措的三人 便跑到了一個懸崖邊 由於之前妹妹被姨婆攻擊過 所以姨婆就侵佔了妹妹的身體 幻化成自己的樣子 但最後女主角抱著姨婆一起往懸崖下一跳 想要用這個方法解決詛咒 然而在一旁的男朋友看到也一起跳下去 之後三人便穿越回到了現代 再去歸還石頭後發現詛咒其實並沒有被解除 故事就這麼結束了 可以說這部電影十分的可惜 電影總長1小時55分 他用了1小時多來鋪陳 但最後竟然是用這種方式呈現 真的是糟蹋了前面的鋪陳 他鋪陳的方法都是使用鏡子上的折射 來襯托那些恐怖上的氛圍 但沒想到最後竟然使用時空穿越 搞得我看的覺得非常的亂 再來就是炮灰和炮灰2號 首先炮灰他就是一個工具了 作用於推進劇情 對女主角死心塌地 但是他根本就不靈情 在他的屍體面前哭完後 就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了 然後是炮灰2號 他就是一個爛好了 讓炮灰和女主角免費搭便車後 之後什麼事都沒做就中血掛了 對我來說這部並不是難看 而是他的劇情有點太跳躍了 而導致讓我覺得很亂 起訴我還蠻期待看這一部的 只能說很可惜啊 好了滿分100我會打50分 我是小優 如果喜歡可以訂閱和分享 那就謝謝各位囉